今年 声势最常劲的摩羯台风 强势过境中国 让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这一次你看到的是 风灾的重灾区 海南省的文昌市 一场台风居然刮走了文昌市 一整年GDP的86% 这个会不会太夸张了 另外一个观察中国经济的指标 我们来看 金饭碗都落参了 中国又是一家 富到流油的银行 居然反向讨薪达到1亿人民币 过去最有名的张商银行 成了头号的讨债公司 而且更严重的是 这一股讨薪潮 追薪潮 已经刮到了香港 这个地方曾经是中国最有钱的 当顶级消费 空洞化 店面 鬼城化 这样的香港 是你认识的香港吗 没有人是局外人 没错 最近中国经济真的是雪上加霜 天灾人祸不断 特别是我们这几天当然 这个很多中国民众都关心的是 超级强烈台风摩羯 他们号称是建国以来最强的秋台 就变成从这个海南岛这个地方扫过去 就你看海南岛遭到重创的一个局面 你看海南岛你看 几乎是完全被摧残到不成样子的一个 你完全看不出来是这个原本的样子 好 那尤其是他们号称是他们最 这个海口市最红的网红餐厅来说的话 几乎是完全全毁就是这个画面 完全全毁 不不只是整个这个 你看外观都被吹翻了一个 对 然后里面已经被完全是 几乎看不出他原本的这个样子 这是原本号称海口市最漂亮的一个网红餐厅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海口的这个Risk Carden 这专是国际连锁的这个饭店啊 你看在之前是这样 然后之后你看完全就是斑驳了很多磁砖 完全掉落了一个状况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因为这一次其实重撞整个海南岛很多城市里面 有一个叫文昌市这个地方 文昌市来说的话 它算是比较没有那么发达的这个情形 那你看很多民众都说 哇 我们这边被摧残的太厉害了 很多房屋也倒塌了 然后甚至很多这个农作物也受损了 然后很多这个蓄产也被冲走了一个状况 他就说我们这损失高达327亿 大概约莫是他们全年GDP的86% 就文昌市本身 所以你要是让这一次的这个摩羯台风 就重创了整个海南岛的这个经济 你看文昌市损失327亿 那你应该拿钱来补贴 就没有 他们最近还说什么 我们未来三年要向非洲提供 约莫人民币3600亿的资金 因为要继续做所谓一带一路 很多人说你干嘛 你做这个干什么 你又没办法回收 而且还帮他们要创造100万的就业机会 他们就说 你还帮他们创造就业机会 我们中国才要创造就业机会 所以反而呢过去可能是好政机 现在变成是被人骂的一个对象 好那我们就讲 除了你要对外大傻币之外 中国最近的产业也真的非常惨 我们举几个产业 一个是中国最重要的汽车产业 今天产业来说 当然有相对比亚迪卖的非常好的汽车 可是也有非常惨的这个公司 这公司有恒大汽车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也是摇摇欲坠 就没想到他公布了 他的这个上半年的这个财报 上半年他只卖了40辆车 40辆车 恒大造车整年买40辆 40辆 好不只是40辆 他血亏202亿人民币 然后亏损叫去年又增加了 这个约莫Stable的一个状况 所以事实上对他来讲的话 汽车业还是非常惨的一个局面 好那除了汽车业非常惨之外 我们观察这个民间消费力道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就是精品 如果你精品卖的好了 或者说那可能告诉你 这个天品的两端 M型化 至少是有钱人这一端还非常好 对不对 那中国是过去有钱人这一端还撑得住 现在是有钱人这一端 他也撑不住了 你看几个这个状况来看 第一个是Tiffany Tiffany是国际非常知名的这个珠宝公司 高阶的这个奢华珠宝 就没想到 他在上海的这个旗舰店 最近就说 我们消费金额非常的糟糕 所以我们决定把我们的这个卖场的面积 减少一半的这个状况 好那除了Tiffany之外 这个不是在中国内部自己本身这个样子 现在这种所谓消费紧缩 或是这种没有人要消费力道 还传导到了香港 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香港 如果你要去香港玩的话 你就知道说 香港最热闹就是尖沙嘴 尖东那一带 然后尤其是广东到这个地方 那广东到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有非常多 譬如说Omega的这个超市 Omega超市他就说 Omega的门市他就说 我们每个月的电租在750万 就没想到后来退租之后 就电租就直接砍了80% 也就是说 因为没有人要租 国际金品退租之后 根本就没有人撑得住 整个香港的这个房租的一个状况 好你现在提到的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地方 一个天大的危机是 底层的消费 庶民的消费 然后高档的这些 精品的消费 都消费 那哪里来的 所谓的消费动能 如果都熄熄熄去 你怎么拼经济 对 没错 所以就中国目前为止 出现一些乱象 或是说一些怪异的现象 什么怪异的现象 我们到中国 在河南这个地方 桑丘市 有一个超市就说 我要倒闭了 结果没想到 很多人就跑进去 因为要倒闭 结果没想到 我们就进去里面抢 所以他们就进去里面 就开始抢 反正你要倒了 我们就把东西都拿走 结果没想到 倒了之后开始 你看还有民众 就在里面吃东西 然后就直接打开东西 这个不是什么 这个给人家 感觉像爆米 对 有点像霸王餐 结果没想到 后来就说 没有 我们根本没有要倒闭 这完全是误传 但是问题是 他们已经被人家 完全你看 这位shopping一空 人家就说 是中国版的 这个零元购的一个状况 好 那为什么 这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他们超商 超市随时都会倒闭 在座民众 他也不管那么多 反正我现在 没有东西可以吃 我就跑进去嘛 我就能够抢就抢 这个民众贪便宜的 这个心态 另外一个就是说 很多中产阶级 他目前为止 日子也不好过 像我很多朋友 以前在中国的 这个银行业工作 他们最近也都 慢慢回到台湾 为什么他们回到台湾 居然知道 他们怕会被讨薪水 那这不是假的 你看到 2023年的时候 中国有11家银行 反向讨薪 一亿人民币 就是说 你居然过去 跟我拿了太多薪水 我给你讨回来 特别是要讨什么 你奖金的部分 那其中里面来说 招商银行是讨薪黄 为什么招商银行 讨薪黄呢 因为他过去 给银行业者的 这个薪水最高 他一共讨的约目是 4329万的人民币 那里面还有包括说 4415名的员工 都受到影响 那目前为止 这种讨薪黄 不是只有招商银行 很多国企 很多国内的银行 这个中国国内银行 都这样做 甚至连香港都这样做 所以你还说 为什么我朋友跑回来 因为他很怕 过去我所领的 高阶的奖金 高薪的奖金 搞不好有可以 讨回去的这个状况 这件事情严重了 你要知道 你给我的波诺斯反映 当年度我的贡献 对公司的反映 你给我天经地义 赢获两气 还有在恩言后 追讨回来的道理 更加香港是 亚洲金融重镇 最重要的地方 对啊 这一项很大 所以大家都觉得 不可思议 那更不可思议来了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不是中国的民众 很多毕业就是失业 他们很难受 那怎么办 我要找这个毕业 就要工作 那很简单 我找建教合做的 所以就有民众 现在他就据名简报 他据名举报 就说 我遇到了教育诈骗 我三年换了三所校区 那收了昂贵的这个学费 然后没有学籍 也没有毕业证书 然后也没有人说 我毕业的时候 就可以安置就位 都没有 好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他说 这个是有一个 中航国铁教育集团 听起来很厉害啊 中航国铁 国家的 对啊 他说我可以安排你 到这个中航 或是国铁里面 去担任所谓 这个所谓交通类似的工作 你想说这问了嘛 所以他就来这边念书 我就说 三年换了三个学校 然后收了昂贵的费用之后 告诉你 这都是这些 所以这就是 中国目前的乱象啊 于是年轻人 我们前一阵子不是说 中国流行躺平吗 我们之前曾经跟大家介绍过 他们玩这个芒果盒嘛 他们目前有新的这个宠物 这个宠物叫石头 他们反正 你看小石宝宝的行李 他有很多东西 各式各样的配件 你说他们要玩这个石头 那他就是玩石头 反正就玩石头 你看也是这样 跟那个芒果盒的这个概念 其实非常类似 你看还可以把它装饰啊 还有眼睛啊 对啊 他自己有他的生活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就养这个宠物石头的 这个热潮 等等等等 大人们不是常常骂我们说 你们这些年轻人玩物丧志 没办法啊 他们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这些 因为他目前为止 还能够看看这些 能够带给他疗愈 现实生活对他来讲太过残酷 所以那这个小石宝宝行李箱 上架两个月 破千单的交易 卖家可以月收四到五万台币 所以这告诉你什么 中国在养石头 告诉你中国人年轻人 目前为止来说 似乎他们还是想继续躺平 不想起来工作的一个状况 五七暴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看 再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暴新闻 俊向还有优秀的五七暴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篇 挖真相 感谢观看